都说同甘苦,共患难,这句话放在娱乐圈塑料姐妹们身上,恐怕只能做到同甘,然后一方有难,八方点赞。 这两天让八方,又好笑又无语的心门,来自苏勒泰迪姐妹团,甘威被宣布列入老烂名单,今后坐飞机,高铁还有住新级酒店,都会受到一定影响,甚至刷卡额度只有2000年,轻轻热热叫了20年的闺蜜,说在跌倒时能给自己珍穿搀腹的好姐妹,熊乃景华丽丽的给老奶,甘威的真相, 这条新闻点了个赞,虽然熊乃景发微博解释,说是自己手滑,但上次李小鹿事件时也顺手手滑,这手滑的时机,还真是非常巧了,想让人不误会多难,不过呢,总是手滑点赞的熊乃景,咱们留着相会说,今天先来说说同风光老板娘,变成出行受限的老大甘威, 人生里起起落落是唱事,但甘威人生里的大起大落,简直比电视剧要精彩一百倍,风光是鹰,采了层咬着后槽牙,搬着白眼开胖玩笑,说甘威选对了男人,然而现在看来,英采儿这句话更像是一口毒奶啊, 我是不甘当富泰的分割县,娱乐圈里很早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冰雪危险,非常有钱,虽说甘威的家境不像其他三位一样,在村内有诸多夸张的传言,但她本人的家境也是绝对不差的,甘威的妈妈是女强人, 把公司从小门面一点点变成大企业,虽然据甘威描述,最终妈妈的公司也与草丹收场, 但从微博上晒过的妈妈Deprodealv等银海包来看,家境也相当英识, 在商场倒拼多年的妈妈,对甘威的影响很大, 她一路从顺舞蹈到进入军役,都是被妈妈带领着走的,在甘威毕业的第十年,她在访谈里被问及在军役的经历,甘威说,这是她人生的一大转折,现在想来这话一点不错,因为正是在军役,她结识了贾跃亭,从此事业,与人生都与这个名字紧密相关, 甘威到二的时候,惊人介绍在饭局上认识了贾跃亭,彼时她还只能算是创业中的北漂青年, 因为军役的管理非常严格,所以初见面试,甘威穿个军大衣,就去赴饭局了, 不过当年还在读书时的甘威,哪怕穿军大衣,也还是很前, 结识甘威停后,甘威2008年从军役一毕业,就和甘威停结婚了,她刚嫁给甘威停那会, 甘威停的乐视电影公司,积乐视影业才刚刚创建,创业初期的乐视, 也真正白银砸了钱,给甘威拍了几部电视剧,豆瓣分数都稳定在三分左右, 在娱乐圈,一演员身份活动的甘威,一直到2013年,都没有对外承认, 她是甘威停的太太,接受采访时连感情状况都保密, 但甘威的蜜儿不宣,只是对志瓜群众, 她的甘威姐妹团们显然是知情的,因为2014年就是英才而发微博, 直接艾特甘威和甘威停,说要为她们的双胞胎女儿起名, 这才真正把甘威乐视老板娘的身份摆到名面上来, 这些年甘威在甘威姐妹团里的地位, 跟她老公甘威停的事业是紧密相关的, 2009年前后乐视刚起步,甘威聚会的时候, 还只坐在边边角角, 结果2010年乐视网在国内创业板上市, 2011年成为A股明星股, 此后甘威在姐妹团里就成为了重心碰月的C位, 之前她的生日她还只是普普通通八段心灵鸡汤家美照就结束了, 结果2011年之后,立刻变成了借样, 此后每一年都是声势浩大的声乐趴, 花板日夜,场地好,人数多, 甘威也永远稳稳坐在C位, 即使主人公不是甘威, C位的位置也还是有她的一半, 比如2015年秦兰的声乐趴梯, 和赵丽俨然双女主的模样, 来的姐妹中是卖甘威面子的可能也不少, 因为第二年秦兰在拜声乐, 没有甘威做女主人, 风, 荒顿石凋零, 甘威在姐妹团里从边边角角被捧上了C位, 对着群捧她的姐妹也是很够意思的, 送姐妹们乐视TV和手机, 带着一起出席乐视盛典, 自己当着片人拍王剧, 也不忘让姐妹们来刷脸, 那几年姐妹团里提起甘威, 人人都羡慕不已, 2012年李小鹿生甜心时, 还特地请甘威去当甜心的采生妈妈, 这个采生妈妈是这宝宝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 北方流传的说法, 是孩子睁开眼, 第一眼看到谁以后性格, 发展的各方面就会像谁, 甘威说李小鹿让她去当采生妈妈, 是因为她性格好, 可不止一次说过甘威命好的李小鹿, 至于是真的觉得甘威性格好, 还是命格好, 恐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 2016年和英彩儿一起接受采访, 甘威花英彩儿能把家里打理得 仅仅有条也育肤有数, 英彩儿指着甘威跟主持人说, 她其实才是投资最成功的人, 她潜力, 古找得好, 感受下英彩儿说这句话的表情, 非常微妙了, 甘威在大谈自己和甘威婷成功事业的时候, 都有一种云淡风轻的词语, 说自己和甘威婷结婚的时候, 没想过未来会这么成功, 会怎么怎么样, 英彩儿在旁边搬了个超高白眼小声度呢, 没想过她会那么有钱吗? 虽说是玩笑话, 但当时姐妹团里对甘威的羡慕可见一斑, 不过在外人看来甘威风光无限, 可实际上却豪门扩他, 却远不是别人想象般轻松, 我是扩太难做的风鸽线, 甘月亭当初在甘威海在军艺时, 就对他展开追求, 那时甘威周围的朋友都夸甘月亭好, 因为甘月亭都会在门口等甘威, 从没有命令似的让他直接到哪买饭店来, 而是细心过去接, 但当年不怕辛苦接送美人的甘月亭, 婚后似乎却再也没有这份心了, 2014年甘威还了双胞胎女儿, 然而此时那时却出了问题, 甘月亭没管大着肚子的甘威, 自己一个人跑到海外躲了大半年, 一直延迟回国的时间, 2014年12月大着肚子的甘威, 要生产, 甘月亭在病房安抚投资人, 根本顾不上他, 都说事业家庭难两全, 但遇到这种情况普通人家的妻子, 也难免会抱怨两句, 可甘威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 甘威生完双胞胎之后乐视的威仪也解决了, 2015年朱甘月亭带着他的汽车梦回国后, 就开始每周和高挂开会到深夜, 也是在这一年, 乐视网曾经到达市值顶峰, 市值过千亿, 甘月亭本人也频频进入各种富豪榜单, 老公事业翻身, 甘威也没闲着, 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名气, 帮着老公拉明星投资站台, 姐妹团里的霍思燕, 李小璐, 秦兰, 骂租等都投了钱, 不止帮老公拼事业, 甘威自己的事业, 也做得颇有声色, 甘威对演戏是玩票性质, 想着以后给娃看看说, 这是, 妈妈演了我就足够了, 这不是他没有事业心, 而是事业心不在此, 甘威在采访里说, 单制作人才能让他实现人生价值, 在甘月亭进入富豪榜单的那一年, 甘威也一手创办了乐谅影视, 虽然也带个乐, 到甘威自己的小公司, 跟甘月亭的乐视是完全独立的, 2015年乐量制作的太子妃升值记, 成为了现身提爆款, 也因为太子妃的爆红, 在那一年甘威一曲成为网剧酱母, 甘威并不是脑子空空的豪门阔态, 做制作人他还是很懂市场的, 太子妃大获成功, 趁着这个IP还足够火热, 立刻宣布要拍电影吧, 还是新颖的弹幕电影, 继续把太子妃这个IP带来的热度最大化利用, 同时也为了要影视, 买好了20多播放续作品, 男人为了事业而疏忽家庭舆论, 都说要女人多理解, 可轮到女人是往往没人理解, 所以只能两手抓, 甘威一边做大自己的公司, 以便在离他仅有16个月时, 就怀了他亲生儿子, 那时候的甘威常常是这样的状态, 结果怀他10月好不容易生下儿子, 2017年初甘威的乐量饮食, 被质疑给了是影业同业竞争, 违反了相关规定, 要及时整改, 甘威这个公司虽然小而新, 但是能真金白银赚到钱啊, 荒一部太子妃就拉来了4000多万, 成立不足两年就已完成A轮融资, 估值达到了12亿, 然而, 面对自己的小公司和老公的大乐事时, 甘威却选择了牺牲, 甘威自愿将所持有的乐量饮食股权, 半价出售给那是, 不止打折卖, 甘威本人还背上了对赌协议, 如果未来公司亏损, 他要自偷扬包出钱补齐, 而且这期间他的乐量饮食一毛分红都拿不到, 虽然是卖给自家公司, 但甘威一向同女总裁, 变成了北上三年对赌协议的打工仔, 也难怪媒体唏嘘, 甘威, 停止是选择了牺牲老婆啊, 如果这样的牺牲能换来老公事业的安稳, 甘威的牺牲也算值得, 然而, 没过多久, 乐视一切钱里节节愧退, 甘威亭背负巨债, 甘威也有十四亿债务在身, 一下就从人人羡慕的富泰, 变成天天都有人在微博催他还钱的富泰, 这一次, 甘威亭依然做了跟巨钱一样的选择, 自己躲国外, 让甘威, 一个女人家, 独自先回国面对债主, 债他先打偷振来还, 人情冷暖也是他先强盗, 当初甘威亭也没少对甘威的姐妹团上心, 如今轻轻正热的闺蜜, 一个人影都不见, 这个哭恐怕就得甘威自己吃了, 塑料姐妹花们固然是事太炎凉, 甘威当时拉她们去投资老公事业, 坑了一帮明星血本乌龟, 也怪不得别人变冷脸, 但当着妻子这个角色而言, 甘威争三谨心尽力无可交替了, 按相夫教子的传统老观念, 她生完女儿生儿子, 里里外外一把手, 按独立女性的现代性观念, 她也没有安于当富豪老公的附属品, 以发展自己的事业做出成绩, 做到了她从伤多年的母亲交给她的自强, 只是甘威骨子里还是更偏传统型一些的。 她以前在采访里说,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家乡重庆, 只想毕业后早点结婚或安稳生活, 因此当自己的事业和老公事业发生冲突, 她会选择牺牲自己成就老公, 那是疯狂的那几年, 姐妹团羡慕该为投资人潜力股男人选拔好, 是因为她通过婚恋提升了自己的社会阶层, 无需讳言, 这在中国仍然是许多人羡慕, 装最好的女性幸福之路, 所以, I-I-I-I才会有那么多粉丝呀, 按照I-I-I-I那个神MV叫PU的神理论, 甘威简直就是模范, 漂亮温柔不做让男人放心, 样样他都做到最好, 可结果呢, 要求一个女人做这么多来保护你, 可只要男人是个坑, 所有努力都白费, 你信靠婚姻提升阶层的女同学们, 请看清月球的另一面, 婚姻也能让你下降阶层啊, 最新的消息是在传甘威老公贾月停下周将会回国, 希望这之后不再是一个又一个坑, 沉默生长, 隐忍等待的甘威, 能如愿等到她想要的绽放吧。 沉默生长,